大家好,这里是New Age的球场,我是New Age 50大巨星系列的最后一集 中锋片的下集,上古神兽片终于做完了 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的等待 那么最后一集的8位巨星 他们在这一期影片的出场顺序 是按照当年出席典礼的顺序 虽然他们当中最年轻的球员 到今天为止也有73岁了 可是他们每一位都是给NBA和篮球 打来突出贡献的 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巨星 那么开场白就讲到这里 影片正式开始 1948年10月25号 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Dave Cowens 在1970年参加NBA选秀 被波士顿塞亚提克在首轮第四顺位选中 一直到1983年宣布退役 73年的NBA职业生涯 分别效力过塞亚提克以及公路队 被外界评为是球场上最稳定的球员 虽然Cowens没有超级巨星的气场 但不论是他无私的球风 全面性以及得分能力 都足以让他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 能够百分之百的完成教练的任务 Cowens不论在场上场下都是值得尊敬的球员 然而这样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中锋 在高中时期也曾是一个 因为和校队教练发生冲突 一气之下退队的热血青年 Cowens在1970年 被波士顿绿军以第四顺位选中 在70-71的菜鸟球季 就可以贡献场军17分和15.4篮板 但他同时以354范规排名联盟第一 Cowens的天赋在一进入联盟之后就被迅速开发 第二个赛季就进入全明星 第三年就作为球队的主力得分手 帮助塞亚提克打进总决赛 在效力绿军的第四个赛季 也就是72-73赛季 Cowens以场军16.2分排名全联盟第三 仅次于张伯伦和Nate Thurmond 并且当选常规赛MVP 他也是塞亚提克对史上第三位 获得此项荣誉的球星 在一年之后的73-74赛季 带领球队时隔一年再次闯入总决赛 而拥有天国脚瓣的公路敖战7场 最终获胜拿下总冠军 在两年后的1976年 Cowens以场军19分和16篮板的表现 带领球队再次碰杯 Cowens在盖世纪结束之后宣布退役 但在30场比赛之后重回赛场 在接下来的两年 以球员兼教练的身份留在塞亚提克队中 于1980年第二次宣布退役 但在两年之后Cowens以公路球员的身份 又一次宣布付出 在82-83赛季 贡献了场军8点1分和6.9篮板的数据 在东部决赛 公路遗憾落败给76人之后 Cowens第三次宣布退役 彻底告别赛场 纵观Cowens的三段 总继13年的NBA生涯 场军可以得到17.6分和13.6篮板 其主要荣誉为两届NBA总冠军 一次常规赛MVP 一次最佳防守一阵 三次最佳二阵 其次全明星 一次全明星MVP 今年入选名人堂 而Cowens的18号球衣 也被波士顿的塞亚提克光荣退役 小文尔从Los Angeles Lakers Karim Abdu-Jabbar 出生于1947年4月16号的天沟Jabbar 在1969年参加NBA选秀 比米尔瓦吉公路以第一轮第一孙位选中 一直到1989年6月28号宣布退役 其20年的职业生涯分别效率于公路以及胡人队 Jabbar不仅是胡人历史上 甚至可以说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他的招牌天公是无数对手感到绝望 你知道他要出手了可就是防不住 拥有11枚戒指的指环王Bill Russell 基于他的评价是 他的运动能力 身材和协调性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Jabbar迄今为止 还以38387分的总得分 排名NBA历史总得分榜的第一位 而Jabbar在大学时期 就已经成为了现象级的球员 从1967的1969的三年时间 Jabbar带领球队拿下了88胜二负的超夸张成绩 一共只输了两场比赛 而NCWA联盟为了限制Jabbar夸张的得分能力 甚至还专门出台了禁止灌篮的规则 在1969年的NBA选秀大会上 舰队第二年的米尔瓦基公路 用壮严签选中了Jabbar 天沟用长军28.8分 14.5篮板的数据 帮助球队一口气攀上了东部第二 毫无疑问地拿下了年度最佳新秀 公路也在70-71赛季 交易得到了前大三元之王 Oscar Robertson 大欧与Jabbar的组合 在这一年势如破竹地打进了总决赛 以4-0的比分横扫了巴尔蒂摩子弹 帮助公路队仅仅加盟美之兰三年的时间 就拿下了总冠军 Jabbar也以场军31.7分拿下得分王的称号 在隔年又以场军34.8分完成卫冕 Oscar Robertson在73-74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 他与Jabbar的组合在这个赛季重返总决赛的舞台 只不过输给了前一位Cowens的塞尔提克 Jabbar在这之后又在公路打了一个赛季 便向球队高层提出申请交易 与1975-76赛季加盟洛杉矶湖人 而纵使像Jabbar这样的巨星 也会经历不顺遍的时期 在湖人打球的前四年 他连续两次拿下常规线MVP 得分也一如既往的高效和稳定 但湖人却没能进入总决赛 一直到1979-80赛季 魔术师Magic Johnson加入球队之后 顶级的后卫加上常人的组合 让湖人在常规赛拿下了60胜的战绩 顺利挺进总决赛 战胜了费城76人拿下总冠军 而Jabbar也以场均24.8分和10.8篮板的表现 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六座MVP奖杯 而从1980年开始 湖人代表着80年代联盟最强大的球队之一 在10年的时间内8次闯进总决赛 并且5次拿下总冠军 他们依靠着Jabbar、魔术强森和James Worthy等队员的华丽进攻模式 组建起了名为Showtime的紫金王朝 而对于Jabbar来说 在1985年湖人以4比2反败为胜 沾上塞亚提克的冠军战当中 他常军贡献了30.2分 11.3篮板 6.5助攻和两次火锅 以38岁的年纪 职业生涯第二次荣获Final MVP 这也是迄今为止联盟最年长的Final MVP 在86-87赛季 湖人队再次击败绿军获得总冠军 为17.5分 他也明白因为年龄的原因 自己在球场上是以绿叶的身份在帮助球队 两年后的88-89赛季 湖人在总决赛输给了底特律活塞 Jabbar在联盟效力了整整20年 以42岁的年纪正式离开赛场 增贯其伟大的20年职业生涯 登场了1560次 场均贡献24.6分 11.2篮板和2.04次火锅 Jabbar的主要荣誉为 6届NBA总冠军 2次Final MVP 6次常规赛MVP 19次全明星 10次最佳一阵 5次最佳防守一阵 NBA历史得分榜第一名 于1995年入选NBA迷人堂 2加8的33号球衣 也分别被胡人和公路光荣退役 出生于1946年3月14号的NCEL 在1968年参加NBA选秀 被华盛顿巫师的前身 巴尔蒂摩子弹队 用第一轮第二顺位的榜眼签选中 一直到1981年一商退役 NCEL13年的NBA生涯 全部效率于子弹队 他在赛场上有永远都用不完的活力 具有不俗的连续弹跳能力 可以随心所欲地争抢篮板球 同时还具有极高的篮球智商 总是能找到处于最佳位置的队友 精准传球撕裂防守 NCEL在高中时期 就已经是带领学校 两次拿下州冠军的知名球员 到了NCWA之后 长军数据可以达到20.6分和18.9篮板 以全美大学生最佳阵容的身份 进入NBA NCEL在1968年 以榜眼之姿加入子弹队之后 就以场军18.2篮板的数据排名全联盟第二 仅次于张伯伦 同时还在赛季末收获了最佳新秀 常规赛MVP 以及入选年度最佳一阵 在NBA的第一年 就收获了超高含金量的个人荣誉 NCEL在此后的两年时间 不仅在得分和篮板上 保持着一贯的高水准 同时还加强了挡拆 传球以及对于敌方中锋的防守能力 成为了球队的主心股 并且在70-11赛季闯进总决赛 只不过输个了米尔瓦吉公路 NCEL在随后的三年时间之内 一直饱受伤病困扰 出场次数寥寥无几 在球队改名为华盛顿子弹的 74-75赛季满血复出 各项数据依旧保持在联盟前列 在77-78赛季 NCEL带领球队进入总决赛 以西雅图超音速 敖战7场 最终艰难获胜 赢下总冠军 而NCEL也在冠军系列赛中 用场军9.4分12篮板的数据 荣获Final MVP 一年之后的79-80赛季 子弹队连续两年 与超音速队在总决赛相遇 只不过这一次被对手完成复仇 而NCEL也在冠军赛结束之后宣布 自己将会为球队在打最后一年 然后就会选择退役 于是在80-81赛季结束之后 NCEL正式离开了NBA赛场 在这一年 他仍然交出了场军10.7个篮板 排名队内第一 纵观其13年的职业生涯 NCEL的主要荣誉为 五次全明星 分别拿下过一次的MVP Final MVP 总冠军 篮板王 以及年度最佳一阵 他也于1988年入选名人堂 NCEL的41号球衣 也被现在的华盛顿巫师队光荣退役 出生于1942年6月25号的Reed 在1964年参加NBA选秀 被纽约尼克以第二轮第一顺位 总排行榜的第八位选中 一直到1974年因商退役 其接近10年的NBA生涯 全部效率于尼克 Reed被外界评为 是纽约这座城市最伟大的篮球员 是麦迪逊花园的英雄 为球队带来的队史上 仅有的两座NBA总冠军 同时他也是队内首位 获得球衣退役的元老级球员 Reed在大学时期就已经是球队的领袖 尤其是他在大四 场军数据竟然达到了恐怖的双20 贡献26.6分和21.3篮板 带领学校连续两年 闯入联赛四强 Reed在1964年参加NBA选秀 被纽约尼克以第二轮第一 总榜第八的顺位选中之后 立刻就成为了球队的逐利得分手 场军19.5分和14.7篮板的数据 让他毫无疑问地 当选了年度最佳新秀 然而Reed在加盟球队之后的五年 纽约尼克将更多的时间 花在磨合阵容以及选择教练上 他们沉寂了许久 终于在69-70赛季得到了回报 常规赛一开始就收获了五连胜 全年拿下了60个胜场 排名联盟第一 而Reed作为球队的头号巨星 长军21.7分和13.9篮板的数据 排在队内第一 同时Reed在总决赛的G7 不顾伤病的疼痛坚持出赛 在总决赛击败了拥有张伯伦 Jerry West以及贝勒岩的胡人 保住纽约尼克拿下了队时首座总冠军 而Reed更是在整个赛季 荣获了常规线MVP 全明星MVP 总决赛MVP 入选最佳一阵和最佳防守一阵 几乎将所有的个人荣誉收入囊中 在经历了膝盖手术之后 Reed在72-73赛季上欲归来 虽然他的数据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可是作为队内的精神领袖 他一人带领尼克 在季后赛上连续击败了子弹 斯亚提克以及胡人这三支顶级强队 帮助球队重新夺冠 在最后五场的冠军系列赛中 Reed以场均16.4分 9.2篮板 2.6助攻的数据 再一次当选Final MVP 一年之后 Reed对外宣布 因为伤病原因离开了NBA赛场 总关期十年的职业生涯 Reed的主要荣誉为 两届NBA总冠军 两次Final MVP 一次常规赛MVP 七次全明星和最佳一阵 四次最佳二阵 在1981年入选名人堂 而他的19号球衣 也在1976年 被纽约尼克光荣退役 6-11 from San Francisco Warriors Nate Thurmond 绰号为内特大帝的Thurmond 出生于1941年7月25号 在1963年参加NBA选秀 比金庄勇士的前身 旧金山勇士队 以首轮第三顺位选中 一直到1977年宣布退役 其14年的职业生涯 分别效率于勇士 公牛和骑士队 老队友 以及NBA传奇球星 Rick Barry 给予他的评价是 Thurmond场下沉默寡言 但是到了场上 他就是怪物 是真正的野兽 在进攻端 他手管柔和细腻 总是可以帮助队伍得分 在防守端 他就是我们可以 毫不顾忌去进攻的原因 因为他就是一座 难以被攻破的高塔 在1963-64赛季 Thurmond以炭花的身份 进入勇士之后 作为张伯伦的替补 开始了菜鸟赛季 但随着季后赛的到来 他获得了和张伯伦 同时上场的机会 帮助球队闯进总决赛 与塞尔提克 极战无场 最终遗憾落败 到了64-65赛季 张伯伦被交易 费成76人 Thurmond便成为了球队先发 场均数据为 16.5分和18.1篮板 整个赛季 更是拿下了1395个篮板 排名全联盟第三 仅次于Bill Russell和张伯伦 只不过 勇士的战绩 却为全联盟最烂的 实际剩63副 但从65-66赛季开始 随着Rick Barry的到来 球队的战绩开始慢慢回升 甚至在1967年 还打进了总决赛 虽然败给了张伯伦的76人 但是Thurmond在这几年 却保持着他优秀的发挥 连续三年入选全明星 并且场均拿下18个篮板 他的进攻技巧也不断精进 从67-68赛季开始 连续5年的平均得分 可以达到20加 在1963-1974的11年时间内 Thurmond从替补球员 成长为球队 不可或缺的内线大扎 两次带领球队闯进总决赛 只可惜都没能赢下胜利 但Thurmond在这11年间 他成为了勇士队史出场最多 总篮板球最多 以及上场时间最多的球员 在勇士急功俊瘁的Thurmond 在1973-74赛季加盟公牛队 在首秀战役中 砍下了22分14篮板13助攻 和12次火锅的大四席数据 成为了NBA官方记录组攻以来 首位获得大四席的球员 一年之后 Thurmond又被交易到了骑士 已经到了职业生涯末期的他 却丝毫没有减弱 主宰比赛的能力 在Thurmond到来之前 骑士的战绩为6胜11负 他来了之后 球队的战绩进步到了43胜22负 Thurmond甚至还带领骑士 队史首次进入季后赛 并且闯入了冬绝 最终输给塞亚提克 而当时骑士队史上的第二个主场 名为里奇菲尔德球场 Thurmond天神下凡 带领球队逆袭打进东部决赛的成就 被后人所称为里奇菲尔德奇迹 在1976-77赛季 Thurmond在少许的登场时间内 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个球季 在赛季末宣布退役 纵观骑士14年的职业生涯 却主要荣誉为 7次全明星 两次最佳防守一阵 三次最佳防守二阵 NBA官方的首位大四席球员 在1985年入选名人堂 而Thurmond的42号球衣 也分别被勇士和骑士光荣退役 出生于1936年8月21号的张伯伦 从1959年正式加盟NBA 一直到1973年宣布退役 分别效力过勇士 76人以及胡人队 张大帅作为NBA传说级别的人物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被联盟官方评为 是篮球运动史上最强悍的统治者 不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身体层面 都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曾经缔造了单场100分的壮局 至今都无人打破 NBA在1955年出台了一项名为 地狱选秀的规定 球队可以牺牲自己的首轮选秀权 得到一名本地的大学生球员 虽然张伯伦大学时期就读于堪萨斯大学 但是那个时候的堪萨斯 没有NBA球队 而出生于费城的张伯伦 被当年还安加在费城的勇士队 向联盟提出了申请 希望可以利用球员的生长环境 作为激活地狱选秀的条件 最终在联盟的同意下 张伯伦在1959-60赛季 正式加盟费城勇士队 并且在首场比赛就看下 43分和28篮板的怪物数据 菜鸟赛季的场军数据为 37.6分和27篮板 犹如帝王一般降临NBA的张大帅 以NBA新生的身份 赢下了最佳新秀 全明星MVP 常规险MVP 以及入选最佳一阵 而场军得分高达35加 以及25加的篮板 对于张伯伦来说 仅仅是一个开始 虽然他在第一年的季后赛 被比尔·拉索和塞尔提克打爆之后 甚至还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但是他在接下来的赛季 迸发出了更强大的力量 在61-62赛季 甚至达到了恐怖的场军50.4分 而就在一年之后的63年3月2号 张伯伦在对阵尼克的比赛中 轰出了实施级的单场100分 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 但纵使张伯伦的得分能力再怎么夸张 球队且没能拿下总冠军 总是被比尔·拉索和塞尔提克所掩盖 于是在1964-65赛季中期 勇士队将张伯伦交易到了76人 在64-66的两年时间内 76人都在东部球赛上输给了塞尔提克 一直到66-67赛季完成复仇 张伯伦从这个赛季开始 被主教练安排 减少了出手次数 将精力放在篮板 防守以及传球上 虽然这么做 让张大帅7年来 头一次无缘得分王 但是球队的化学反应却非常好 他们在总决赛4比2击败了勇士 张伯伦则捧起了 个人直篮生涯的第一座NBA总冠军 在76人结束了67-68赛季之后 张伯伦来到了洛杉矶湖人 度过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5年 来到职业生涯末期的他 贯彻了减少得分的打法 在1971-72赛季 场均仅拿下14.8分 但是张伯伦的篮板数量 却还是可以达到19.2个 在他和Jerry West 以及贝勒爷的领导下 胡仁达成了恐怖的33连胜 与纽约尼克相遇总决赛 最终以4比赛的比分战胜对手 夺得总冠军 最终在1972-73赛季结束之后 张伯伦宣布退役 纵观其14年的NBA职业生涯 其主要荣誉为 7次得分王 11次篮板王 一次助攻王 13次全明星 7次最佳一阵 2次最佳防守一阵 4次MVP 一次Final MVP 两届总冠军 于1979年入选名人堂 而张伯伦的13号球衣 也分别被勇士 76人以及胡仁 光荣退役 出生于1934年2月12号 绰号为指环王的Bill Russell 在1956年参加NBA选秀 被圣路易斯老鹰队 以首轮第二孙为选中 随后被交易至波士顿 塞尔提克 一直到1969年宣布退役 其13年的NBA职业生涯 全部效率于绿军 作为队内的灵魂人物 帮助球队拿下了11座总冠军 其中还包括了一次 八连关的壮举 被后人称为 用防守改变了整个NBA的男人 不论是对于传球的抄劫 篮下的祖宫 以及对于中距离的封锁 Bill Russell全都信手拈来 用他顶尖的个人能力 诠释了防守才是真正的艺术 勇士队的传奇教练Neilson 给予 Russell的评价是 这个男人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技术 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球队 他还拥有职业体育最可怕的天赋 那就是让周围的队友都变得更好 他是真正的领袖 就读于旧金山大学的 Russell 在大学前三年 以场均20.7分和20.3篮板的数据 成为校队的灵魂人物 到了大四之后 他开始渐渐将中心转移到了防守上 甚至强到可以用防守来控制比赛 在55-56年间 Russell帮助球队蝉联了NCWA冠军 在大学毕业后 没有立刻投身于NBA选秀 选择帮助了美国队出战奥运会 在奥林匹克赛场上 美国队上演了8场全胜 长军晋升对手53分的精彩演出 在结束了国家队的生成之后 Russell于1956年参加NBA选秀 当时队中已经拥有豪华阵容的塞亚提克 他们的主教练奥尔巴赫 非常渴望得到比尔Russell 在经过了一系列讨论之后 他们和拥有榜眼前的 圣路易斯老鹰队进行交易 绿军将全明星的球员 麦凯奥里作为筹码 从老鹰手中交换得到了比尔Russell Russell因为国家队的原因 一直到12月才正式加入球队 但是他在出赛的48场比赛中 场军可以贡献14.7分和19.6篮板 以新人之姿登顶了篮板排行的守卫 由于塞亚提克在Russell来到之前 他们的球员已经磨合了很久 加上成熟的后勤团队和训练体系 他们在Russell来到球队的第一个赛季 也就是1957年拿下了队史上的首座冠军 在时隔一年之后 Russell以场军23个篮板的表现 再一次拿下篮板王的宝座 塞亚提克的王者之态 让他们在总决赛用4比0的比分横扫了胡人 从1959年开始往后的8年时间 不论对手是张伯伦也好 亦或是其他人也好 比尔Russell和绿军的强大实力 完全统治了联盟 八连贯的豪华伟业 让他们成为了现象级的存在 一直到1966赛季结束之后 宫勋教头奥尔巴赫退役 已经在联盟持宠多年的比尔Russell 承担起了球员兼教练的身份 时隔一个赛季 在67-68赛季 重新夺回了总冠军的宝座 68-69赛季 常规赛获得48胜34负的塞亚提克 与老对手胡人再次相遇总决赛 双方敖战了7场 最终由绿军拿下了胜利 本赛季结束之后 比尔Russell宣布退役 他用了13年的时间 赢下了11座总冠军 帮助绿军奠定了此后 长达几十年的王者地位 是球队绝对的功臣和传奇 综冠其13年的职业生涯 皆主要荣誉为 5次MVP 4次篮板王 12次全明星 3次最佳一阵 8次最佳二阵 1次最佳防守一阵 11次总冠军 于1975年和2021年 分辟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 入选名人堂 比尔Russell的6号球医 也被塞尔迪克 在1972年光荣退役 6-8 从Minneapolis Lakers George Micah 出生于1924年6月18号的麦肯 在1947年正式被交易到 Minneapolis胡人队 在1954年曾宣布退役 后来因为胡人缺少了麦肯之后 实力大幅度下滑 麦肯又在一年后重新复出 帮助球队打进季后赛 前后加起来 一共帮助胡人效力了7个赛季 是美其兰真正意义上 首个超级巨星 其强大的个人能力 不仅让联盟多次为麦肯修改规则 同时他还经常一手包办 队中1分之1 甚至是一半以上的得分 胡人队的巴斯老板 对于麦肯的评价是 没有这个男人 就没有胡人队的今天 传奇球星Bob Cousy 对于麦肯的评价是 是他推动了篮球这项运动 当篮球处于低潮期的时候 麦肯的出现拯救了篮球 人们会因为想要看他 而买票进场看球 干扰投篮法则 把罚球线延长 重新设定三秒尾一等规则 都是联盟为了麦肯而设定的 他和他的绰号 Mr Basketball一样 他是真正的篮球先生 麦肯在中学时期 因为家人的介绍 和身高的优势 进入篮球校队 但是由于动作缓慢 无法跟上比赛节奏 麦肯不仅沦为了队友的笑柄 同时教练也视他为朽木 被赶出了校队 不过被另一所学校的教练相中 对于篮球 仍抱着一丝热情的麦肯 开始苦练技术 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 练就了无人能挡的勾手 在大学比赛当中 率领学校拿下了联赛冠军 麦肯以三度当选全美最佳球员 离开了学校之后 在1946年正式和NBL球队 芝加哥齿轮队签约 开始了直篮生涯 由于球队经营不善遭遇决赛 麦肯在1947年底加入胡人 联赛也正式进入了 被麦肯和胡人所统治的年代 菜鸟赛季长军28.3分 荣获得分王 总决赛几万砍下40分 在骨折的情况下 打石膏坚持上场 10场季后赛总计砍下了453分 以场均45.3分的夸张数据 帮助胡人赢下总冠军 并且在次年完成卫免 1948-49赛季 是胡人正式加盟NBA的第一个赛季 这也是美之兰 用NBA这个名字开始联赛的首个赛季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阻止场均28.3分的麦肯 只能看着胡人队 将NBA历史上首个冠军收入囊中 虽然76人的前身 希腊丘子民族队 在49-50赛季风投正胜 与胡人在总决赛打到了第六场 可是麦肯像外挂一样的存在 让他在这场比赛中独得40分 帮助胡人成功未免NBA冠军的头衔 在此后的赛季当中 麦肯仍然是联盟中最无解的存在 但是脚踝的伤病 不知不觉中也对于他有了很大的影响 在1951-53的两年时间内 麦肯一边和伤病斗争 一边帮助胡人又拿下了两个冠军 最终在1954年宣布退役 他加盟胡人一共8个赛季的时间 就帮助球队赢下了7座总冠军 而球队失去了麦肯这样的球员之后 立刻成为了被其他球队欺负的对象 麦肯于心不仁 在退役一年之后再次复出 虽然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但还是帮助胡人打进了季后赛 在直篮生涯的最后一场球 贡献了12分之后 对外宣布永久告别篮球赛场 正式结束了他伟大的直篮之旅 总冠麦肯在胡人的7年里 其主要荣誉为6年5座NBA总冠军 4次全明星 三次得分王 一次篮板王 所谓美食篮历史上的首个巨星 对于篮球和NBA来说 是无法代替的伟大存在 麦肯在1959年入选篮球迷人堂 由于麦肯只在明尼阿波利斯打过球 即使搬迁到洛杉矶之后 还是同一只胡人 但是麦肯表示 他没有为LA打过球 所以没有选择球衣退役 这一次和以往不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心中喜欢的几位中锋 不需要和本期的这几位巨星有所联系 毕竟年代久远 那么50大巨星系列 到这一期为止正式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这个系列的喜欢和支持 最后这一期晚了很久才发布 在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 类似的影片 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意见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这里是New Age的球场 我是New Age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打赞和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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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和订阅